好 大家好 我是陳信妍 我大概是在三年前的時候 可能是第一次參加居領域黑客送 那時候我就去提了一個農業的 字典的小專案 其實是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就已經離開台北 成為一個脫北者 然後就搬到宜蘭去 那時候就開始從事農業的工作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農業的研究者 因為我時間不多 投影片有點多 這一次不會介紹太細節 我以前做的專案內容 怎麼做到稍微可以用 我還是想要大會 想要比較一些 螢幕中整個農業 然後跟公民科技的應用發展的生態系統 這樣子 所以主題的話大概有兩個層面先探討 一個就是說現在農業上 一般的小農到底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小農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常規農業的話 是比較大型的 政府可能會比較協助常規農業的部分 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就是公民科技工具 其實是我去學習農耕的時候 碰到問題 我們這個馬農 怎麼樣去做出一個可以讓自己去使用的工具 現在農業上 有沒有看過新聞上 一直有農業的消息出來 一個就是天氣的災害 生產的過剩 還有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糧食 我們都不太確定說我們吃的東西 到底它的來源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跳得很快 那在農業上就有一個叫CSA農業 就是社群支持型農業 翻譯啦 社群支持型農業這樣子 那它的這個是一個概念 它的概念來說 我先講它的來源 來源應該是日本那邊 日本和歐洲發起 那比較盛行的時候是在美洲 北美的時候是比較盛行 CSA農業這個部分 那它的概念就是說 你的農場 會一個地區型的農業生產的群體 然後它去供應它的周邊 那像那個美國的話 他們就是他們的農場 它會集結 像這邊 集結了很多不同的生產的作物 那它的供應鏈呢 就是在它周邊比較 你一定會開車開很遠才可以去買東西 那它送到那個市中心那邊 所以就是從郊區到市中心 然後比較 雖然它的運輸的流程 就不會非常遠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點地產地銷的概念 地產地銷 所以它有點C to C 可是Country to City 這樣子 C to C 這個生產者的角色 除了你是個人小農以外 另外一個C的話 它有可能是合作社 小農的集結就是合作社 所以打個廣告 待會閃電夾的時候 你們中午有沒有喝到那個啤酒 有拿到那個啤酒的氣泡水那個 那個就是合作社的生產者 他是一個管理員這樣子 那他也會來分享一下他合作社的經營的經驗 那CSN農業可以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第一個看一下 有沒有聽過直接跟農夫買 直接跟農夫買這個借接的橋樑 那他就是確保了一個說 農夫的生產是一定有人要購買的 不會說生產出來是浪費掉 消費者跟農友之間的互動 在CSN那邊 在台灣 比較有名的是新竹那邊有個千甲農場 它是工研院跟千甲社區 千甲里那邊 千甲里那邊是由原住民去新竹工作 然後那個原住民他除了去做那種勞力的工作以外 他平常還有在幫忙管理農場上的勞務 那他的生產的部分就賣給竹科 還有工研院那邊的工程師這樣子 那工程師們假日想要勞動的時候 也會到農場裡去幫忙這樣子 所以第二點或第三點的時候 就是消費者你可以確定你的生產來源是誰 我們就不會特別去懷疑他 或者說不相信我們的食物來源這樣子 農友也會知道他的銷售的夥伴 所以對於生產上會相對更用心一些 因為他不會賣給陌生人這樣 那因為這樣你的產銷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東西持續性的循環 所以在運送上包財上都是有循環的特性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CSA農業當初提出來的優點 可是要持做這個其實還是有很多困難的 雖然看起來這個是很有好處 那困難點第一個就是我們農業產銷不是一對一 就是我們不一定只會跟一個人買東西 對吧 所以這個農業面是多對多 然後現在的消費模式不固定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想儲菜 好像是看心情 對現在的年輕人比較新一代來說 新一代的家庭 所以這樣的消費模式不固定的話 會變成說農部要生產的作物 什麼時候要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做 但是CSA農業在氣候風險上 一樣要面對 因為它是戶外的栽培 所以一樣要面對著環境上的危害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五六 剛剛說農友跟消費者是有保持連結 但是漸漸的 然後也不是每個人 如果你有一個農場 漸漸的不會說每天都是很勤勞 一開始可能很有興趣 你常常會去農場裡這樣幫個忙 可是後續的話就會變成頻率越來越少 所以農友的消費者去忙的次數 所以這個監督上就會開始有點脫離了 漸漸斜漸也會有點脫離的狀況 這個是我去年的 去年嗎 去年還是前年的農田 那這樣就是一個多樣性的種植 它左邊是優點 它就是多樣性的話 可以用我們的生態平衡 那栽種風險因為我們有很多種 所以不會同一個時間全部一次採收 所以它可以避免掉 有時候我們這一期就完全被毀滅的狀況 那它的總產能是相對的提高的 對 因為它循環的特性是非常快 這樣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它的管理難度 也是相對的非常高 所以之後我就用了我們科技的工具這樣子 那其實不一定要科技 最主要是說你有沒有這些知識體 和你有沒有一些輔助的技術 可以讓你去協助你的管理 這邊簡單介紹 就是我們今年到今年 就已經完成了做的 在台灣很像很少 比如說你像查台語這麼少 像做物的話就是你想要種什麼 你到底在哪裡可以找得到這樣的資料 那以前我們說有農民力啊 可是現在的話農民力可能作物的種類 並不是很夠這樣子 接著介紹這資料庫的部分 那因為我對於非常情有獨鍾 所以我特別喜歡收集植物的資料庫這個部分 那國外其實做了很多 這邊除了這個最右下角那個是我們後來取名的以外 那其他的都是國外的 但國外的資料庫有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英文名字 甚至有一些是學名比較多 那國外的作物有一些還沒有進來台灣 所以在台灣就是你想要查詢的時候 是你沒有這個東西可以種這樣子 那你看那個大陸中國那邊的形色 形色這個也是碰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它名字跟我們的台灣是不一樣的 那在資料大數據的收集上 那最早的應該就是這個 GroStuff這一個 那他當時也是一個自由軟體的創辦人 就是無邦圖你看那個桌面系統 Nome的那一個 GNOME那一個 他的創辦人他在應該是墨西哥 他種菜的時候 他也找不到他們西班牙那邊可以種的作物 所以他就去跟這個GroStuff的朋友去聯繫 說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我可以知道我的家有什麼樣的作物 是這個氣候區適合的 對啊 但這是我們做的改版這樣子 那有什麼樣的差異都是作物資料庫 所以學名這一些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感測器的部分 我們是有加入感測器的部分 所以你的那個作物的生長環境紀錄 是會更詳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是有列出生長溫度 那現在還有就是你的降雨量啊 日照這些都有了 對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佈建了微氣候的工具這樣子 那再下一步就是今年 今年就是做了LINE的小幫手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開放資料 農業需要查詢的東西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只要用LINE Checkbar 那你就可以用發問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查詢病蟲害 為什麼我的南瓜的葉子白白的這樣子 就可以跟我們Checkbar問 那他可以直接搜尋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最近就是在做資料庫正規化跟整合 那下一個就是做推波 我們去偵測那個天氣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栽培 栽培上 你現在這邊 看到嗎 就右下角這邊栽培的提示 之後是會用直接推波的方式 推波到農友這邊 這邊這樣子 那他可以對氣候的那個應變上 可以提早可以知道 不會說最近有一個封面來 那我們農友不知道這個部分 昨天剛剛好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問我說 你的田裡最近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採收 我就拿出我的LINE看一下 然後就開始可以回答這樣子 所以其實農委會都有讓農民 有一個生產履歷的系統 但是為什麼對啊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誰有種什麼東西 所以生產履歷有沒有open data 好像對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去使用它 這樣子 那剛剛說使用者會去看你的農場 這個是一個透明化生產部分 那現在我們就是感測器 除了它紀錄了我們作物的開放資料以外 那另外就是它對農夫的操作 是有一個生產上的紀錄 好的 跳過剛剛那個部分 那產銷連結 當我們種出來的時候 最後就是要賣得出去 那原本的CSA 所以我說稀土稀有可能是農夫對消費者 直接對應上 可是這個時候就我剛剛說的問題就是 它什麼時候要什麼東西 量很不一定 而且每個使用者和每個農友的接洽 是多對多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中間來講就是你要存在一個新的 像日本就有直賣所 是農夫把你的菜送到中間去 那消費者在去直賣所裡做採購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們台灣還有叫那個集貨的 就是好時機做集貨的方式 有點像團購 那它有一個社區的 它叫類似班長的角色 那就管理你這個社區的消費者 那這個社區的那個管理者 它會跟每個農友接洽這樣子 去幫忙做團購的動作 所以在Open Source裡面也有這樣的平台 其實這個跟那個像Open Food Network 這一個跟Grow Staff在國外 就是蠻早就出現的這樣的平台 那後來比較像的就是Famigo 這個Famigo它不是開源的 那因為這個是今天台的是一個群 社群的運作的農業這樣子 所以在Famigo上面就是 它有點像Open Food Network 可是Open Food Network這邊是在處理 糧食分配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的聖食分配這個 就算這個食物網路在處理的 那Famigo是說我們生產者要處理這種 分散式的糧食產銷網路的時候 它要怎麼樣好好的管理它的農場 所以就有Famigo這個出來了這樣子 然後最右下角這個 CropSwap這一個 它是最近才開始在做這個軟體的 那也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我的那個IG Instagram上面 刷一刷它就突然跳這個廣告給我這樣子 可是我太喜歡看那個人家種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日本的 Telefarm是日本的 日本就最常搞這個 生產跟消費者連結的動作這樣 然後很特別的是左下角 左上這個是屬於香港那邊的農業的銷售系統 那我今年剛好去那邊做了這個拜訪 去拜訪他們公司 看看他們怎麼運作這樣的銷售系統 可以在網路上看到他們 好我不幫他們推廣跳過一下 就是他們的軟體上是有一個APP 那跟他合作有機生產者 那在消費者下單的時候 消費者下單的時候 今天下單那農友會收到 明天早上10點前採收 採收完成的話 他的物理會幫忙去做集貨動作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在香港的農場那邊這樣子 有人去過香港嗎 沒有 有一個奇怪的街 這個就是那個空心菜 空心菜 所以他有很多街道的名字是 有點像空心菜啦 什麼西洋菜 然後洗衣的這樣子 因為那裡以前是水田 都調查那邊歷史這樣子 去做了一些探訪 食書 然後這個就是telefarm 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 你訂閱的農友 什麼時候會可以採收什麼樣的東西 它可以預估你的生產的那個時節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的東西就是從生產生態 然後漸漸就傳播到生活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不是open source 可是它有API 那昨天有東坡老師他有分享這個 怎麼去用生產履歷對應到你的食譜系統 那因為食譜系統它有標準的schema.org的標準 所以我們有一些欄位上可以去串聯 這樣子 好 有人吃過鹹派嗎 鹹派 裡面包的是什麼呢 馬鈴薯 還有一些青菜 好 還有菠菜沒有 隨便舉啦 菠菜這樣子 所以菠菜其實是冬季的蔬菜 那在夏季你怎麼吃鹹派裡面有菜咧 你到底要放什麼東西進去 所以可以放現菜 那我這個是有根據的 所以我再做 我終於有人 因為我們 對味覺有研究 然後終於去查這個 終於有人提出跟我們一樣的想法這樣 昨天在講者晚宴裡面去了一個buffet的 算buffet嗎 buffet那種開放式曲的餐廳 那它有一盤菜叫做蘆筍這樣子 有沒有吃過蘆筍 好我們來抽獎 哪一邊是蘆筍 蘆筍嘛 蘆筍嘛 蘆筍 左手邊 我的左手邊 蘆筍 我去我身為一個農夫口袋放著一個蘆筍 是蠻正常的吧對不對 右手邊才是蘆筍 它上面有這個頭 可是我昨天看那一盤菜的時候 它就都沒有那個蘆筍上面的頭 豆子四季豆或是腸豆這樣子 好不好這樣對糧食還是有幫助 就算了這樣 所以資訊應用上還是可以去分析說 你怎麼樣調整你的食譜 可以讓那個產銷的調節上 你不要一直都吃我們夏天種不出來 或冬季種不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一整年都吃那個高山高麗菜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用資訊的分析 我們可以從風味輪 或是你找那個食物搭配 風味聖經啊這一種的 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資料 像這個就是CSA生產的極致模式這樣子 什麼跟什麼作物共生會比較好 等一下就是 對啊剛剛盧筍 現在是腳白鼠的季節啦 腳白鼠 想要來採收可以去我們田裡就好了 這樣子 好那我們說開園專案到底有沒有上一頁用途 或是說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對民生上有什麼改變 對啊所以有人說這個要很久很久 那我們是希望這個不要說開園 我現在已經不會說完全你要怎麼樣開園 那開園意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要合作嘛 合作才會開始產生對話 那對話以後 像我們有很多的貢獻者加入 它可能不是持續的 可是不間斷的 這樣你這個專案才能永續的下去嘛 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訂個三年 然後這個是不只是一個農業專案 是一個開放農業生態系 這樣子 是比較 我在參與開園專案的這個 對啊 那個想法這樣子 對啊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飯 除了你真的關注到我們糧食以外 那也是讓 就是還是有很多吃不飽的人 在這個那個社會上這樣子 那我們也算比較幸運一點就是 自己種的東西米是不太缺乏這樣子 才不到吃土的狀況 我也有研究過吃土當時 沒有吃土他們怎麼吃 去把土做成一個那個很像土餅這樣子 有點像那個印度烤餅那種感覺 薄薄的要烤過喔 那才可以吃 那暫時可以沖雞這樣子 看要不要試試看 這樣子 好 這是去年已經做完了一些 還有正在做的開放農業的小工具 農夫不一定會用 可是我有時候 來問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協助回答他們的問題 這樣子 那讓科技農業的東西可以落地 是就是我們社團是比較 在推廣的事情 小聚嘛 跟農友一起分享的小聚 這樣子 好的 好 那希望大家支持 有什麼農用的議題 可以回傳給我們社團 那請大家支持Gilin Vegan OCF囉 這樣子 謝謝 看一下 來這裡 吃 勉圖 有 餔 ей